上期视频我们聊了同时操阁对兄弟国家高昌发动圣战 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西辽航空出世 遏制了伊斯兰教在新疆的脚步 老规矩先点赞收藏哦 1124年被宋朝与金国两面夹击的辽国即将灭亡 此时效力于聊天坐地的叶旅大使率兵出奔 在新疆建立了西辽 由于其他人在辽国时期就已与中原政权有频繁来往 居士政治制度早已汉化 相比于中原已多年未有接触的西域政权更为先进高效 因而叶旅大使的军队在新疆所向披靡 基本没有遭到强烈抵抗并成功礼国 高昌会部在内的诸多西域政权很快臣服于西辽 西辽随后进行西征攻灭西喀拉罕王朝 并在河中地区击败西喀拉罕的宗主国塞尔驻帝国 遏制了伊斯兰教在新疆和中亚的进一步传播 然而西辽也因处于中亚这一亚洲十字路口 而常年战争不断 东面要抵御金国 西面要提防几个波斯和塞尔柱 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到1218年西辽已日暮西山 无力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军队 不久便投降 好了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记得关注哦 下期我们将讲讲血与火之后 法轮尽是心悦一生